我們這樣講 從三星手中為數不多的訂單 幾乎又全部搶過來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Google的Pixel這款手機 那麼過去這個手機 它的晶片都是由三星代工的 但是現在我們看Google Pixel 它要優化到它的下一代 然後就發現三星的晶片 哎呀 搖搖頭真不行啊 所以從三星全面改成 要交由台積電來代工了 那不只是這個Pixel的手機 另外帶你看Tesla Tesla它要邁向全自駕 本來它這個自駕的系統舊款的FSD 它是交由三星的七奈米來做 但是現在它改由台積電的五奈米來做了 他說這優化的東西 還是要交給台積電 它才放心 台積電晶片 現在可以說全面的血洗了 三星的晶片 對於三星來講壓力三大了 對 沒錯 如果你最近有在看韓國媒體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他們都在講一個 因為三星過去是他們的驕傲 他們最近都自己承認說 真的三星被台積電打敗 那為什麼 因為訂單不斷流失 好 我們從Google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說 三星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隱憂就是 它跟客戶做一樣的東西 客戶總有一天會離開你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的Google的這個晶片裡面 在說它找的是三星跟它合作 不是說要找三星跟它合作 第一個 因為Google不會自己做晶片 它想要做晶片 那它做晶片的過程裡面 它希望降低成本 所以它跟三星一開始跟它合作 他們用的是這種半客製化 就是三星出一些所謂的IP給你 譬如說中央處理器的IP什麼 然後跟我的Google要的功能兩個互相 他們等於是兩個人合作作出這一顆晶片 但是裡面用了很多大量的三星的技術 那用這樣之後 那結果呢 因為後來這不是辦法 因為你會發現到說三星搞不好會把我原本Google一些技術偷走 弄到三星裡面去 所以Google長遠一天它必須要跟三星再見 所以它原本有一個這個全自己客製化 就自己做的自己設計的 叫雷東多的這個代號 結果他決定說那我不要 我現在有一個新的叫Laguna這個代號 那這個代號我就原本這個要給三星做 我現在就改給台積電做 它是2025年開始出來 而且這個生產廠商變成台積電 那目前跟三星的合作計畫 就一直合作到2024結束之後 2025改成Laguna之後 就完全用台積電來做 而且台積電做的是以 目前最先進的三奈米製程為一個基礎 那所以我才說嘛 這總有一天的話 Google還是會害怕你三星會偷我的技術 我還是必須跟你分手 而且我用你的IP 用你的IP來說 我有一天搞不好會被你告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方式跟三星掰了 所以我才說三星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點 像蘋果為什麼訂單他拿不到 因為他跟蘋果就是競爭對手 蘋果怎麼有可能會下單給他 所以這也是三星的一個非常大 追不上台積電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Intel也是一樣 你想說其他同業有可能會下單給Intel 所以我就說這些 這些目前為止來說都是他們長 這些Intel跟三星要追上台積電 必須克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你跟客戶是互相重疊的 另外一個就是自駕車 自駕車這個領域來說 因為伊隆馬斯克這幾天剛好出席 2023年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他講到當然他因為在上海辦 他又把中國的AI吹了一番 就是中國可以發展AI 一定沒有問題的 可以發展得非常好 另外當然講到特斯拉本身 他就說因為目前為止他們在美國 已經有測試Beta版的Full H 就是全自動駕駛 目前為止在美國測試的狀況是不錯的 他就說今年應該可以實現所謂的 全自動駕駛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當然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這個對特斯拉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能夠全自動駕駛來說 其實重點在於說晶片 因為除了你這個道路駕駛的任何的 你要測試非常多的Data進來之後 你要訓練那一顆CPU的處理器 也就是中央電腦那一顆 那一顆簡單的來說 他就是AI晶片 那AI晶片來說現在誰最會生產 當然是台積電 所以他未來的這一顆 這個自動駕駛的晶片 原本是給三星做的 他現在可能就要轉報給台積電來做 而且可能用台積電的 現在的5奈米的製程來做 因為我就講這個FSD 就是所謂的全自動駕駛的晶片裡面來說 他就是一顆更聰明的大腦 簡單來說就是一顆AI晶片 所以我才說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況 為什麼非常好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特斯拉這一顆所謂的FSD的晶片 他最早最早找誰合作 找三星合作 三星的14奈米 因為為什麼找三星合作 因為他的單很小 台積電不會做 因為你14奈米 你的單那麼少 我幹嘛要做你 我那時候14奈米很滿的時候 我不會幫你做 所以他一開始找的是三星 那找三星之後 14奈米做了還可以 然後後來7奈米的時候又是找三星 然後到5奈米的時候還是找三星 就找三星之後他發現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所謂7奈米跟5奈米的 這個之間的差異性不是很大 就是說他的限距的這個縮小幅度 不如說三星宣稱的那個樣子 再來就是說三星的5奈米的良率不夠高 所以某些程度造成這個特斯拉 他覺得說我這個好像繼續做你這樣不划算 傳統決定說那我就改測試台積電 結果測試台積電發現台積電不但成本低 而且他的效能比較好 為什麼成本低 因為他良率高 他事實上台積電的報價是比三星高的 但是因為他良率高 所以某些程度他做出來的單價 反而會變得比較便宜 傳統決定說那我就改換這個台積電 那為什麼改換台積電 我剛才講了 因為自駕車就是一顆AI晶片 我們昨天才在節目上講 這個三星都接不到AI 為什麼 因為不是只有這個製程本身 還有封裝技術 其他周邊的配合 這個所謂特斯拉 應該是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決定要開始跟台積電合作 那為什麼要跟台積電合作 我們就講 未來的支架不是說只有支架 支架的功能會更加強大 除了讓車自己開的時候 我問你 我們當時在車上坐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不用拿這個 不用拿這個所謂handle rule的 你要怎麼辦 你就看電視 娛樂性 所以他第一個 他裡面要更多所謂的娛樂的效果 包括說影片 包括說你要能夠即時的下載 很多的遊戲 跟大家互動 幹嘛幹嘛之類 這些東西 可能會讓那個功能更加強大 更加強大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有很多其他IP的公司 這時候台積電選擇就會比這個三星更好了 所以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報這個 五奈米要轉報台積電的懷抱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除了這個五奈米之外 他緊接著三奈米也去進入 跟台積電互相合作 所以五奈米 三奈米 他就會變成是跟台積電合作 那三星怎麼辦呢 三星就是生產舊款的 就五奈米現在的舊款 我可以給你生產 然後還有什麼低潤 我可以讓你生產 那這個不是只有 因為他回到台灣來說 不是只有台積電會受賄 我們看到包括說很多廠商 CIS的封測 IC設計公司 還有鏡頭模組這些 因為台積電跟台積電合作的時候 他可能就優先選擇跟台灣廠商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又是台積電 這個不愧是護國深山 又幫我們拿到非常多訂單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三星距離 這個台積電的距離 已經是越來越遙遠 以前我們都開玩笑說 那跟在後頭車尾燈看不到 現在是連一點點光都看不到了 差距已經拉到太遠了 好 那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中國的經濟狀況了 我們來比較一下 剛好現在七月份 我們來比較一下 整個上半年的狀況 全球金融市場